我們切到那個VBA 那VBA裡面大概第一個按計算 計算的話呢 當然我們的需求是怎樣 把剛剛的這個東西 直接放到這邊 不過會多一個Input Box 那Input Box非常簡單 一行而已 按下它之後的話呢 Input Box會跳出來 然後呢你就輸入之後的話 有沒有 它會把結果幫你放到指定的儲存格 B1 那你可以叫Range 用Range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用Range會比較簡單 Range的話 不跑回圈 你就可以用Range 然後把指丟進來 OK 那就Range B1 我們輸入一個指 假設是輸入一個60萬 Enter 就OK了 那你會發現上面的Range B1被更改 並且把裡面的指也變更了 那怎麼做 基本上 公式一定是 For i 等於第四列 一直到最下面 它的最下面一列 For j 等於呢 第二欄 一直到它最右邊這一欄 應該回圈放來沒問題吧 再來的話 Sales ij 等於什麼東西 那等於的部分 有幾種方式呈現 你可以用Sales 或者用公式 那我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呢 我們剛剛的公式 其實好像前面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了 如果說我們今天用那個 這個地方B 它是藍 它沒有辦法用J 等於2 兩個不相等 必須要轉換 那如果說 這邊不能轉換的話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當然有 特別注意喔 以後 你只要看到 兩個都鎖 請你用Range Range 哪一個 直接用B1就可以了 如果說你看到 一樣是成 成像什麼 如果你鎖單邊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就把它改成 1加上什麼 Sales 記得喔 如果鎖單邊的話呢 記得喔 用Sales 如果鎖住那個地方 請你注意一下喔 它是藍對不對 那Sales一定是先列 列的話 如果沒有鎖的請你用I 逗點 有鎖的話 請你直接給那個A藍 這樣子 幾次方 後面呢 一樣 鎖單邊的話 用Sales 然後 因為B沒鎖對不對 請你特別注意喔 把B改成什麼 改成J 逗點 列有所 直接 跟正一下 應該不是這樣 應該是先什麼 先 三列 有沒有 因為列在後面 Sales剛好兩個顛倒 逗點 後面喔 本來應該給什麼 給B啊 給C 給D 有沒有 這個這個這個 但是呢 Sales的好處 是除了 它可以放 文字之外 它也可以放 數字 所以喔 你可以怎麼 把它的J 放進來 結果就做出來了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 我寫的東西吧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程式如果寫好的話 長得就像這樣 這個地方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按右鍵 指定聚集 編輯一下 我剛剛寫的 第一個 請輸入存款金額 就input box 它只要怎麼樣 寫這樣就可以了 input box 然後呢 等到輸入完 它會丟給誰 b1 就這麼一行 所以以後呢 如果那個 詞是動態的話 記得喔 用input box 就可以搞定了 ok 好 第二的話呢 for i 等於 第四列 到 A4的最下面一列 這個應該有講過 for j 等於什麼呢 b3 的最右邊一欄 那寫法的話 就是 b3的 最右邊一欄 應該還記得吧 這個應該有印象 d and back 錢瓜弧 它有方向 上面是向下 那這裡的話 我們要向什麼 向右 後瓜弧 抓到的不是列 而是藍 點column c-o-l-u-m-n 這個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抓到 最右邊的有幾年 那因為我這個年可能會動態 所以它會動態去抓 反正呢 有幾年 就抓起幾年 ok 好 再來的話 就把剛剛的公式 有沒有range 固定的話 就用range 鎖單邊的 有沒有 鎖單邊的 做完 就完成了 好 所以一樣啊 當然你可以先寫什麼 先寫那個清除 是